各位好,这里是安姨爸爸说 今天,赵丽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电锤管型号 罗兰的AE-01C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 电锤管这个新兴的电子乐器 在全世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品牌和型号 那么其中的后起之秀就是传统的电子乐器 第一品牌罗兰 在2016年的9月11号 罗兰的第一支电锤管就是AE-10发布了 那么这个型号我从当年 第一批国内购买 到现在已经使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陪伴着我走过了非常多的演出现场 AE-10之后呢 罗兰发布了一款 样子 比较小巧的AE-05 同样 它和AE-10都是木管乐器的波姆体系 关于什么是波姆体系 在我刚刚出版的电锤管书籍 安一爸爸电锤管入门指南里面 有详细的描述 感兴趣的各位 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AE-05之后呢 罗兰又发布了一款 完全是传统民族式开孔乐器的 执法体系的AE-01 我之前是做过详细介绍对比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法体系 波姆体系和树笛体系 面向更多的熟悉竹笛啊 葫芦丝啊 索纳啊 齿巴啊 修等一系列 不管哪个国家的 传统民族吹管乐器的 演奏习惯的演奏者 这是AE-01 之后呢 罗兰又发布了两个 不同的配色 黑色的AE-10G 就是Graphite 那个单词石墨黑 以及 AE-10R Red 红色 这是三款 颜色不同 但功能音色完全一样的 AE-10 在2020年 年底 Aerofone的旗舰型号 AE-30 正式发布 这是一款到目前为止 所有功能都非常 急于一身的功能强大的 一个新的型号 不管是里面的300多个 内置音色 还是可编辑的 叠击器 还是管身的变调 变音色的旋钮 还有标准的5帧 MIDI口 蓝牙的MIDI和蓝牙的音频 等等一系列的功能 都在这支旗舰的型号上 完全出现 关注过2020年 上海国际乐展的各位 应该会记得 我发过一系列的视频 介绍了当时在展位上 出现的三个 Aerofone的新的涂装 其中就有红色的A10 白色的A101 那么现在这支乳白色的A101 已经出现在了各位面前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对比一下和A101蓝色版本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涂装变成了乳白色 基本上和我们在乐展上看到的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它的底头也是和A101的 国内版是一样的 是这个尖嘴的底头 没有哨片 之前有A101的用户 会发现它的长短 轻重大小 都是非常适合携带和握持的 下面我们对 Aerofone全系列的外观 有一个直接的对比 科技日新乐意 电子乐器的玩法越来越多 擦亮你的眼睛 看数字艺术的规律世界 听安妮爸爸说 好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 目前罗兰发布过的 所有Aerofone各个型号 最上面的是旗舰难易30 然后是三款AE10 1010G和10R红色的 然后最下面是AE05 中间这两款呢 就是AE01和AE01C 我们可以看到 两种完全不同的按键设计体系 分别是波姆体系和树笛体系 面向两种不同演奏习惯的电锤管用户 从长短上 各位手里如果有AE10的 就会发现 在外观上面 比AE10要短很多 比AE05也要短 宽窄呢 大家就更不用说了 只相当于AE10中间的部分 重量 这两款是完全一样的 颜色方面 我现在目测 当然我的AE10已经用了五年了 这两种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AE01C的白更接近乳白 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的AE10 刚刚买到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这支其实已经非常旧了 虽然我没有户外使用的需求 但是这些年也跟着我 跑了全国很多的城市 经历了很多场的演出 所以这个橙色其实是比较旧的 那么AE01C的这种通体的 都是这种乳白色 好 长短宽窄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情况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它的重量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电池管用户 所关心的一个数据 好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安姨爸爸说 我是安姨爸爸将带来各种不同品牌电吹管的分享和介绍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